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日本的一种西瓜很受欢迎 小微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一家连锁商店中发现了这种日本西瓜 竟然卖到了每隔860美元的价格 转化这人民币大约在5000多元 这个价格大概是我们国内一个西瓜的几百倍 而在我国的超市中 这种日本西瓜的价格也都在1280美元 让人大呼吃不起 这种日本的西瓜它们的形状是方形的 这是日本挂农们为了运输和储藏方便 在培育时将这些西瓜放在透明的盒子里让它们长大 等到这些西瓜成熟以后就长成了这样的方形 这样方形的西瓜其实并没有我们常见的圆形的西瓜好看 因为圆形本来就具有更加美观的视觉效果 但是方形的西瓜在运输 储存以及节约空间上有着更好的效果 更具实用性 而当方形西瓜流入市场上是物以稀为贵 所以一下就对方形西瓜产生了较大的兴趣 反而使方形西瓜的价格一跃成为天价 一些土豪买下日本天价西瓜 想看一看这西瓜与我们常见的有什么不同 土豪切开方形西瓜 里面竟然没有成熟 瓜样是黄色的 这真的让人哭笑不得了 可能是由于方形西瓜的大小被固定了吧 有些西瓜长到战马容器时还没有成熟就被摘下了 所以就导致了切开方形西瓜里面还没有成熟的现象 花了高价却买到未成熟的西瓜 小微再次不得不说一句 还是有钱人会玩啊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好了本期的看明媒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不要了点击关注分享转发哦